三日之后 就听洞内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却是那近天涯 终于恢复修为到一定程度 准备出来了 由于大阵是针对他所设置 他一出动 整座大阵开始激发 这阵先级的大阵 一旦全力发动 就算是先人都难以抵御 也是人族修者最后的防范措施 只可惜 此阵存在了几千年 十日久长 唯能减损 已失去部分唯能 被唐杰破坏锁链 对阵法造成了部分损坏 又失去蓝心燕相辅相成 又失了部分唯能 最后就是在洞中几千年 近天涯对此阵早已熟悉 针对破支 故而此阵再也压制不住近天涯 就见地底深处 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 这震动是如此强烈 直震的地动山摇 整座飞仙山都开始摇晃起来 见此情形 那些奉命守护此山的修者 纷纷意识到不对 一起叫道不好 向着空中飞去 一个个对着山头打出各色气劲 纷纷施展法术 加强阵法威能 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 近天涯以前关在地底时 也曾不止一次积蓄力量 试图脱困 当初陶天德参与到修补山壁的 就是近天涯挣扎式的结果 在众人看来 这次的情形也当如此 但是他们发现自己错了 此番震动似乎格外强烈 众人的术法加持上去 非但没有压制住地底力量的涌动 反而感到下方的震动 越发强盛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一名修者惊骇地问道 回答他的是 飞仙山越发巨大的动静 整座山都在摇晃 山体各处同时放出剧烈的光芒 那是法阵在全力激发后 各处阵眼一起迸发能量的表现 一道道光柱冲天而起 刺破天际 引动灵朝徐卷 气势无比 害得众修纷纷四窜 唯有唐杰 见到此景后微微一笑 已在暗中连连出手 挤到指锋打的那些光柱上 眉心天幕开启 已开始推演运算这阵法 天空中聪明一些的修者 已经开始逃窜 有那反应迟钝者 还妄想强行扭转大阵 被迫的命运 由自坚持 被那气劲一冲 所有的防御法照进阶摧毁 身体在气劲中消融瓦解 当场死于非命 就是那飞得快的 也不是全部安全 伴随着灵朝席卷 大地震动 一块块巨石冲天飞起 这些巨石 可不是普通的飞石 而是一块块 裹砸着汹涌能量 一名修者不慎被石头砸中 就见光滑一闪 法照破碎 巨石碾压而过 瞬间将那修者 碾成一块肉饼 死得不能再死 还有那小些的石子 如漫天飞黄乱窜 这些小狮子 没有巨石那般恐怖 但也个个犀利如法宝 凿传法照 击传法身 如万箭穿身 瞬间打伤一片的修者 然而这些 都不是最恐怖的 在那飞仙山的最中央 伴随着一股 强力潮流迸发而出 山头先是如火山喷发般 冲出大片的乱石流 接着 是强烈的气柱冲击天空 一片旋转的气浪 从天顶 向着四面八方 蔓延开来 巨大的压力 瞬间笼罩了 方圆千里的范围 所有人同时感到巨大的压力 从天而降 这是 有经验丰富的修者 已经感受到 即将到来的巨大恐怖 脱口而出 更有的修者 却是连感受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那一股庞大的气势 当场震死 天空中下起一片血雨 一名名修者从天空坠落 而在那山顶中央 伴随着一阵 分外巨大的爆裂声 山体炸裂 一个人 已是嗖地冲出山中 正是那进天涯 在经过一番努力后 他终于冲破大阵的压制 突围而出 哈哈哈哈 我自由了 我终于自由了 进天涯放声吼道 他这边吼声炸起 唐杰那边却是手一挥 就见天空中闪过无数滑光 却是那炸裂大山中 无数光点一起闪亮 飞入空中 竟支出一片迷天盛景 显然是一片庞大的云图美景 接着 唐杰又对下方一指 地底深处 也轰地飞出一块巨石 却正是先前 进天涯所沉睡的那张巨石台 此物能用来承载真仙 自然亦非凡物 又有进天涯三千八百年的沉睡旗煞 受蓝芯魔火锻造 造成神物 此刻飞出后 在天空中不断缩小 最终竟化成一个大石块 没入天空云图 卓 唐杰嗤鹤一声 天空景象随之一顿 那美景云图便开始收缩 进天涯健壮 怎么还不明白唐杰想做什么 他这是在借自己的力量 来炼化那索仙镇呢 索仙镇能镇压困阻仙人 原本就是非凡大镇 虽因存在十日久长 而导致威能下降 价值减损 但不可否认 依然是一座仙级大镇 这样一座大仙镇 哪怕是拆零了收资源 都能回收许多的好东西 当年唐杰干镇法回收的伙计 可是狠捞了不少好处 进天涯被困了这么多年 身上一穷二白 所以破关而出的第一个指望 就是这座大仙镇 但他没想到唐杰会这么损 竟然反过来利用自己 竟然整个回收 完整回收 可比一般的拆零回收要难得多 毕竟那意味着要保留原阵威力 正常情况下 就是唐杰也做不到 毕竟这可是仙镇呢 但是这一次有了进天涯 一切却不再相同 进天涯破阵的过程 就相当于为唐杰抵抗住收阵的全部负担 可以说所有的压力都在进天涯呢 唐杰只是安心收阵就行了 如此一来 这索仙大阵还真的被他收成了 此刻在唐杰预先布置的法阵作用下 完整的索仙大阵凝现天空 然后不断缩凝聚 以那十块为中心凝结 塌陷 进天涯剑撞大吉 那是我的 以张开大手向阵图抓去 时指此刻正是大阵凝聚关键时刻 这一抓真要抓碎 就相当于破坏了此阵的完整收复 但进天涯已经管不了这许多了 唐杰自不容他如此破坏自己的计划 哼了一声 阁下还是少了些感恩之心呢 说着出手一弹 一缕指锋已弹开进天涯这一抓 接着又喝了声宁 那宁仙大阵已加速宁结 你休想 进天涯却是不管不顾的出手 对着唐杰一拳轰去 唐杰顺手一挥 万物阴阳炉已然寄出 在空中神光大放 凝聚匹炼般的滑光 正挡住进天涯的一拳 此炉经他无数次戒炼 已投入无数神物 早就成了极品神针 威能非同凡响 之所以不成道兵 仅仅是因为差了大道之孽 其自身威能 却是许多道兵都未必比得上的 进天涯这一击 被万物阴阳炉挡住 唐杰已是取出一件宝物 正是他当初晋升仙台时 从那大山中得到的通灵石胎 此物受造化石板吸引而来 每日沉浸在造化石板旁 感受天地造化之力提升自身 早就通了灵性 变化自如 可以用来炼器 也可以用来祝宝 更可以用来布阵 潜力无穷 因其通灵 又有唐杰有救 唐杰不愿将其炼成无石之宝 所以一直留而不用 直到今日 却为这通灵石胎找到了机会 就见那通灵石胎感受唐杰之意 已是欢喜飞出 嗖地飞向那阵图核心的大石块 随着石胎一闪而逝 那石块光滑爆闪 竟开始变化形状 先是变化成石碑状 唐杰却摇头道 不好 那石碑就变 竟然变成一个实质的王座 唐杰哈哈笑了一声 此行不错 随着他这话喊出 就见天空中整座索仙大阵 同时向着天空王座没去 轰轰轰轰 爆闪出无数光滑 堂堂一座大仙阵 竟整个没入那天空王座中 带着而起的 是那天空王座中 各色奇形怪状的浮雕 其实就是阵图的组成部分 却被唐杰以特殊寓意 转刻于王座之上 也成为了这王座的一大威能 一旦施展开来 继承索仙大阵 然而就这样 唐杰还嫌不够 这座索仙阵因年代久远之故 威能已经削弱 再加上石碑堂杰强行 拘取 又被禁天涯一力抗过 其实已经无法发挥 索仙大阵的全部威力 用来求困封压仙台以下的修者 自无问题 用来对付仙台 却是没用了 但若只是对付子府 堂杰又何须此物呢 所以下一刻 堂杰手一挥 已将那天空王座收至手边 接着展开万古重楼 将天空王座 往万古重楼的核心大阵一致 起 阵 风 压 和 声 容 一连七声言出法随 堂杰运转真理道的极致 每字皆有无穷真意 显真理大道 于乾坤之中自定法则 这也是言出法随 达到一定极致后的体现 随着堂杰入道越来越深 对长道层面越来越理解 他在十二大道各个层面都有了一定的突破 言出法随意不例外 此时此刻万古重楼就是他以自身道理演化的小世界 在小世界里 他言出法随 语定成规 于是万古重楼内存在的所有阵法开始融合 一个全新的法阵正在形成 原本万古重楼外设内沙 内部以兴罗摩钢沙阵为主 但在索仙大阵的加入下 一起开始徐徐变化 向着更高层次的力量迈进 最后再将八门骑也投入这万古重楼中 就这样 整个万古重楼都因此提升了一个巨大的层次 五行道法因此飞跃提升 再次为唐杰手中最具威能的一道 这一连串的动作看似复杂 其实也就是刹那监视 下一刻万物阴阳炉已应声飞起 近天涯冲过万物阴阳炉的封锁 对着唐杰飞来 把本尊的大阵还回来 他在经过三天恢复后 修为已大致恢复到原先的七八成 连底气也足了 在他看来 自己身为降阶真仙 七八成的修为已足够对付一个心入地仙了 见此情形 唐杰摇摇头 微笑道 忘了你忍诺过 不得对人类动手吗 下一刻 就见天空中 骤然献出一道闪电 劈向近天涯 近天涯却是理都不理 顶着那天上雷光向唐杰杀来 就算备试 我也要斩了你 此刻 近天涯顶着天杰雷光沙来 乘着风 架着云 微风凛凛 一双栏目闪烁出无尽的寒光 单手一翻 以化作晴天山月 向着唐杰压下 唐杰笑道 当也想看看真仙的手段 单手一扬 一只云雾手掌 已然迎上 这飘云手 是他游历期间 采朱家之长 创造的一门神通 不说未能通天 却也当得上是门绝学 只可惜 与近天涯的山月剧长相撞 却在顷刻间 被碾压成积粉 下一刻 一片血色烟云出现 却是血肉末盘 神通再现 结合飘云手再度迎上 却依然被近天涯轻易搅碎 近天涯这一掌之威 浩瀚如海 果然是雄魂霸气 近天涯一笑道 哼 小辈 真以为修成仙台 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吗 你还嫩着呢 唐杰点点头 论修为 你的确比我强 常规战力我不如你 不对 是大大的不如你 嗯 近天涯被他淡定的口吻 弄得愣了一下 唐杰一道 还好 我也从来不是靠神通主战的 开什么玩笑 仙台不靠神通主战 还靠什么 靠道法不成 近天涯没想到 自己随意的一个念头 会成真 他压根不相信 有人能连误十二大道 毕竟这世界 能同时误四道 就凤毛麟角 何况十二大道 最要命的是 他甚至连见识的资格都没有 他只见到了一种 万古重楼 面对那无可避逆的强悍之躯 唐杰终于发动了他刚刚升过级的万古重楼 伴随着一片五彩霞光的升起 玉宇宫墙凭空产生 而在那片宫殿群落里 一座分外高大的大殿 耸立其上 顶端有天台 台上设有一王座 正是那天空王座 在王座靠背处 还有一张威猛的大脸 那脸竟然还是活的 看向近天涯 竟是咧嘴一笑 从那口中喷出无尽的云雾 在这一方天地间 化生出仙气蓝潮 凝聚出惊天气势 索仙阵 近天涯已呼出声来 这感觉他再熟悉不过了 不 正是那索仙阵 不 有所不同 相比之前的索仙大阵 此刻的索仙大阵 更强更猛 威能更加强大 近天涯感到 自己在这索仙阵的压迫下 竟然无从反抗 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 竟有种要跪下的趋势 不过也亏了是在这阵中 竟然连那天节雷光 也一起抵消了 饶是如此 近天涯还是大惊失色 忙发力硬扛 一个声音已轰然响起 王座之前还不下跪 恶然抬手 就见天台上已现出唐杰的身影 衣媚飘飘 仙姿洒然 双目中却自带威严法度 就连说出的每句话 都直击近天涯的心灵 近天涯心中亥然 嘴却还硬的 就凭你 双手再举 一片汹涌蓝光上涌 在万古重楼内炸出无尽的蓝花 唐杰见状哼道 果然还是不死心呢 震 天地中乌云漫卷 一股分外强大的力量已是从天而降 压向近天涯 竟是硬生生的将它放出的电光压了回去 近天涯大惊 再古仙气想要将这个大潮推开 只是在炸潮如山 如海 如星界压顶 令它完全无法抵抗 就见双手不断暴闪出蓝色光滑 却又在那股力量下被磨灭消失 看起来 就像是一只可怜的蝼蚁 面对碾压而过的大车 所做出的无力抗争 又或是电曼 在面对渔夫时 最后无力地释放着自己的电火 随着大潮一点点压下 近天涯再承受不住跪下 漫天大潮化作一件巨大的枷锁 将近天涯整个靠住 锁住 困住 震住 再不给它站起来的机会 这 这怎么可能 近天涯 牙子欲裂地大叫 唐杰连手都没动 就这么把它震住了 而且用的正是刚刚收过来的索仙大振 那熟悉的感觉绝对不会有错 可是就连原本的索仙阵都已经困不住他 这收来的索仙阵不可能不受影响 降低威能 怎么反而变得威能更大了呢 他无法理解 也不敢相信 唐杰却看到不看他一眼 自顾自在那天空王座上坐下道 如何 现在可服气了 近天涯满目震撼地看着唐杰 唐杰一道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给予你自由之人 就算是公平交易 也是对你有些恩情的 你竟然向我动手 可谓忘恩负义 如此忘恩负义之辈 你说我该如何对待呢 近天涯狠狠地看着他 哼道 哼 你莫要起我不知 你认为我真会信你是无意中路过 才救了我吗 只怕你是早有阴谋 故意来放老夫吧 虽然不清楚你到底是何用意 但既然你费了心思放我出来 自然就不会轻易杀死我 唐杰正了正 随后笑了起来 呵呵呵 好好好 果然不愧是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 心思细密 我这点伪装 果然是骗不过你 也就是说 我是无法用你这条命 再要挟你什么了 对吗 哼 近天涯 已是撇过头去不看他 虽然他嘴里硬气 心里却还是紧张地打鼓